陕西挖出镖旗大将军霍去病墓 棺材旁经现真实版梅花枪 霍去病用的竟然只是跟普通的红鹰枪 之后的发掘中 一件文物的出土再次惊待众人 霍去病当年真的是病死的吗 2021年5月 陕西省某市为配合城市建设 计划将一块空地建造成写字楼 施工途中挖出了几处古代墓葬 考古文物局得知后 立刻派了一支专业队员前往勘探 这不看还好 一看直接吓晕过去 就在这几千平方米之中 竟然存在着三百多个古代墓葬 这次勘探得到了上级的高度重视 当审批文件走完流程 专家立刻展开了抢救性发掘 在勘探时就已经发现了 位于发掘区东北部的14座汉墓 这也理所应当地成为了此次发掘的重要目标 经过前期发掘工作 一座墓葬的轮廓显现出来 编号为M84 它的年代应该属于西汉早期 由于墓葬的深度接近地面 专家们还以为这就是个平民墓葬 但是汉代下葬是讲究后葬 即使是地表的墓葬 也有可能伴随着丰厚的陪葬品 这也是盗墓者最喜欢的目标 这座墓葬会带来惊喜还是失望 不久之后专家们有了新发现 墓坑深20厘米的地方露出了关盖 但是很可惜经过长久的腐蚀 棺木已经不成样子 在掀开棺材盖板后 足箱和边箱暴露出来 周围散落着众多的陪葬品 虽然大部分都已经损毁 但是考古队员仍然开心 因为这大大证明了 这座墓葬一定不是平民能够享受的 专家们企图在随葬品中找到文字文献 以鉴别墓主的身份 经过仔细清扫这些遗物 队员们发现这是典型的西汉风格 可惜的是上面并没有发现明文 之后在边箱的东侧 发现了一大串陶影称 影称则是楚国锻造的黄金铸币 由于样子比较像印章 所以也被叫做印子金 但是问题来了 楚国的货币怎么会在汉姆之中呢 并且材质也大大折扣 仅仅使用黄泥纺制 原来影称在楚国时期十分流行 大肆宣扬之下 汉朝早期也受到了些许影响 而古人又有着誓死如是生的观念 于是根据当时流行的货币 让死者带到下面去 与此同时 关国已经清理完毕 里面没有任何陪葬品 经过对尸骨的检测 专家得知 墓主生前是位20岁左右的年轻女子 在她遥相呼应的 还有一座稍大的一点的墓葬 这个墓葬中会有专家想要的真相吗 陕西挖出镖旗大将军霍区病墓 棺材旁经现真实版梅花枪 霍区病用的竟然只是跟普通的红鹰枪 之后的发掘中 一件文物的出土再次惊待众人 霍区病当年真的是病死的吗 经过对这片大型墓葬群的发掘 专家发现M82号墓葬 好像和当前发掘完毕的M84号墓 有着某种联系 专家立马着手发掘M82 在发掘到地下1.5米时 出现了5块幽黑的光盖板 专家检测了这几块盖板 发现都是极为稀少的南墓 这也侧面印证了墓主的地位 在将盖板挪开后 专家们得以看见墓式的天花板 天花板上竟然绘制有图案 专家讲这是云鸟纹 平民百姓根本不可能使用 所以这也是一座贵族墓葬 考古队员慢慢打开天花板 看到了满是随葬品的墓室 专家们乐开了花 决定先对族箱进行清理 在一个破烂的竹寺里 再次发现了陶影城 不过比另一边M84号的明显大一点 这难道是同营一学的夫妻合葬 如果说法成立 那就有着太多不合理的地方 既然是夫妻合葬 那墓葬规格应当相等 可是已经发掘完毕的M84号墓中 棺木用的只是一般的山墓 和眼下的楠木 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也许墓中会有答案 想把专家开始对墓式进行发掘 先后在边河足乡 清理出了二十件人形墓涌 其中有一套祭乐涌 这代表着墓主生前的乐队 人涌大多数为战利涌 只有少数手持乐器的是贵坐涌 用人勇陪葬其实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因为人勇替代了训人 拯救了无辞无辜的人命 那么这座墓中的主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就在众人疑惑之际 一件绝世宝物的出现 震惊了众人 陕西挖出镖旗大将军霍取并墓 棺材旁金线真是把梅花枪 霍取并用的竟然只是根普通的红鹰枪 之后的发掘中 一件文物的出土再次惊待众人 或去评当年真的是病死的吗 此时挖掘现场鸦雀无声 因为在刚刚出土了一件完整的色 这把色整体用金丝楠木雕筑制成 只可惜琴弦在地下被腐蚀 早在西汉时期 色就已经是皇室乐器 通常和鱼合奏 但是目前出土的各种文物 都不能表明墓主的身份 专家宛如戴上了痛苦面具 正张脸拧在一起 突然一个队员在角落里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专家定睛一看 认出此物名为镯 镯是绑在剑上的细绳 射出带镯剑时的射树 称为割射 目的是活捉鸟类 割射有个规矩 即不射停在树上的鸟 只能捕获天上飞的鸟类 通过丝线缠住鸟类的翅膀和身体 再将丝线回收 就算捕获成功 在墓中发现的镯保存十分完好 上面的细线根根分明 除了这些还发现了一把十字弩 十字弩下面还藏着些许弩箭 看到这里 专家心中打起了小九九 墓中人的墓葬规格 目前发现的所有东西 都有着一个人的影子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 标起猛将霍去病 难道说这就是霍去病的葬身之处 有枪 一声惊呼打断了专家的沉思 这家墓中有一杆纯黑色的长柄兵器 这难道是霍去病的砖五梅花枪 但是发觉到此 还是没有墓主人的确凿信息 专家们打算打开主棺求证 就在拆除了第一层棺果之后 在棺木的夹角 一位队员发现了东西 拿上来一看 竟然是一整块玉壁 玉壁上方雕筑着清玉古文 有上好的和田清玉制成 保存十分完整 灯罩之下显得十分透亮 经过这一个小插曲后 专家们开棺验尸 这可惜观中也同样没有放置陪葬品 这会是霍去病的遗骨吗 经过对遗骨特征的比对 墓主应该是一位年轻的小伙 这和历史上的霍去病有着十五分相似 但是没有明确的证据 专家也不敢百分百保证 这就是霍去病的葬身之处 根据墓中的发现 可以肯定的是 这是一位驻扎在此地的西汉大将军 至于是不是霍去病的墓葬 只能在这篇墓葬群之后的发掘中 一一验证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可以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